随着美选到了最后的倒数阶段 抗中牌也在最后要来说哈了 美国政府发动新一轮的贸易战 限制美国企业 只要你含有AI等高含金量技术的 都严格管制你到中国去投资 就把把技术过渡到国防 而危及美国的安全 美国为什么突然之间仿佛大梦初醒呢 关键就在华为 制裁六年 居然华为还可以绕到买进呢 台积电的晶片 你看这六年华为怎么历经走过的 居然他们可以在上海打造了 最大的研发中心 比苹果比微软总部还要大 华为要干大事了嘛 台积电在这个敏感时刻 宣布断供两家华为的白手套买家 这个时候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吗 对没错 上美国的选举即将快要揭晓 那当然对于台湾 或是对中国大陆的科技来说 大家都屏息一旦 为什么屏息一旦 第一个川普最近在炮打我们的台积电 第二个是川普过去一段时间 他可以说是主导 主导整个斩杀华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所以也就有人把这个川普称为川建国 你让我们要自立自强 所以他再度上来的话 恐怕会让整个国际的科技局面 会产生非常大变化 那我们讲因为台积电 最近这个川普的言论 还有卷入华为的晶片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争议 股价出现一个下跌 明明是法 所谓角出史上未见的好成绩 就没想到他最近一段时间 过去五天是涨多跌少 跌了大概四十块左右一个状况 那今天再跌十块收到一千零三十块 不过目前为止花旗 或者说重家的这个外资 还是维持这个买进的平等 目标价也都是在一千二到一千三以上 甚至更高 像花旗是看到一千五百四十块 大家都还是看到台积电的未来 不过目前为止来说 当然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因为美国媒体既然已经踢爆说 你有这个厂商下单到台积电 然后这个间接的方式 把这个AI的相关需要的晶片 送到华为去 所以台积电必须要做出一些表态 那根据日经的报道是说 台积电已经主动的斩杀了两个公司 就说你们这可能仪式 有把这个AI的产品送到这个华为去 我已经两家公司已经把它停掉了 因为这两家公司非常的时候 因为透过很多层层的这个交易的方式 他们最后联系上华为 所以我们就要求说 把这两家公司不下单给你 那同时之间也有另外一传言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不是我们讲到亚利桑那州 所以说他在这个台积电 亚利桑那州的这个4奈米 这个良率比台湾还要高4个percent 那听说原来比特大陆 也想去那边下单 那我们知道比特大陆 就是这一次也有传言 就是他的旗下的算能科技 有卷入这个 这个所谓华为相关的事情 所以你可见 中国大陆是想方设法 我在台湾也下单 我到美国也下单 反正我只有想办法 帮什么 帮华为拿到我们所需要的 一些相关的晶片 跟相关的这个元件 这是在华为的AI伺服器 给搜出了 给找到了管制的 不该拿到 不该出现的台积电晶片 对 会不会只是冰山一角 你要知道 从2018-2019的 对华为的科技的封杀 到现在 好歹有五六年过去了 对 没错 华为为什么越封杀越大支 对 没错 我就讲嘛 事实上我刚才不是讲吗 很多中国的网友就说 川普叫做川建国 你逼得我们必须要自力自强 所以你就说 杀不死的必将使我更加强大 所以现在华为的确是有这样的气势 那尤其是从2019年开始打 2019年开始打 的确华为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 左右是最差 但是没想到它从这个去年 前年之后又开始往上好转 那尤其是它最重要的好转是什么 因为它的手机又重新回来了 除了它分拆出去的这个荣耀之外 它的这个MAT系列的 这个卖得非常好 MAT60啊 等等的产品卖得不错 那尤其是你看 它推出MAT60的系列 还有折叠手机之后 它在中国的市占已经冲到16.4 已经是再度超越苹果的这个13.5 所以等于是说 在中国市场 华为已经正式的这个超越了苹果 华为呢 不只是我要推出新产品 华为现在野心更大 它在推什么呢 最近一段时间你看 这是什么 Harmony的这个OS 就是华为它自己本身的 鸿蒙的这个操作系统 它就说它在今年的10月22号 推出纯鞋的这个鸿蒙的系统5 它就说这是纯鞋 纯中国研发100%研发 绝对不会 因为美国目前是管制Android系统 不能够让鸿蒙用 任何一点跟Android相关 你都不能用 它就说这是100% 然后我可以支援手机 平板 还有汽车等等 约莫10亿个这个装置 然后还有百款的这个产品 所以可以覆盖 全中国的3800万家企业 所以看起来的话 它的这个鸿蒙作业系统 显然也是它未来一个重要的 发展的这个方向 事从我就问了 过去5年6年就来 美国制裁华为 到底制裁了个什么 制裁了个极末吗 你看华为 它居然从你讲的鸿蒙系统 居然它的整个这个地表 最大的研发中心 它就盖给你看 6年前川普一棒打下去 6年之后 不管川普 不管贺锦丽谁当选 打的力道会更重吗 对一定是会更重 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它目前为止 已经变成是中国把它形容说 是一个超级的这个科技巨瘦 当然有没有这么夸张 我们不知道 不过它的确有点转型 为什么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它在这几年时候 被这个美国制裁的时候 它有两个中心 一个是海斯晶片 就是它没有放弃继续设计晶片 所以海斯晶片 另外就是鸿蒙系统 然后它有这两个这个核心业务之后 它往哪里发展 手机发展 然后往智能车去发展 然后往这个企业的这个所谓的企业相关的服务 然后还有它原本就很厉害的电信的基础设施 还有云端跟AI 等于是它这几年多项的这个发展 那多项发展来说 的确都有获得一些成就 所以现在人家把它面积融成什么呢 过去可能华为就是一个这个基础设施 跟这个这个手机 但它现在变成什么 它现在变成是这个苹果加爱立信 爱立信就是基地台了 加微软 微软就是有OS Bosch就是汽车了 Intel也是IC 甲骨文也是做这个资料库的 还有辉达 因为它有做AI晶片 所以等于是变成苹果爱立信 微软博士 Intel 甲骨文回答的 综合的这个旁软怪兽 所以那的确 它的确是几年做出一些成绩 这个五年的制裁 制裁到它越来越强大 强大到它几乎是 all in one的 打不死的怪兽 它整个运转的最后的核心在哪里 赫然发现不只有深圳 它居然在上海打造了 这个可以说是华为 现在有史以来 你看到最大的研发中心 对 没错 原本它的这个总部 在深圳 后来搬到东莞 它现在又在这个上海这边 练球五这边弄一个研发中心 那这个研发中心来说 它赤支大概是110亿人民币 我们可以要打造成这个样子 然后它是这个全球的中心 它里面要做什么呢 它里面要做这个研发5G 还有6G的这个无线技术 手机汽车还有这个数位能源等等 都是一些未来重要的产业 那你看它其实啊 我们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华为在这个东莞的总部里面 它也是有一个火车 然后可以绕过整个园区 然后它整个园区来说 其实设计的都是很欧风的这个感觉 然后是很明亮的 然后一定会有一个湖泊在这个地方 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设施在这边 等于未来会有3万人在这个地方进驻的一个情形 好 那这个大小的话约莫大概160公顷 大概是6个大安森林公园之大 然后是苹果总部加上微软总部的这个大小之多 你就知道说这里面 其实等于是 我们知道华为有3万个人会在这个地方 华为都是全中国最聪明的脑袋 聚集在这边来说 当然他们要做大事 那做大事来说的话 我就讲 未来他们会变成是什么 去美化的这个中心的大本营 那大家问的一个问题是 那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叫练秋湖呢 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他们要练秋湖 因为呢 漫长的冬天即将来到 我们要在秋天把兵练好 所以他们等于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叫做练秋湖 在秋天的时候把兵练好 他们就 所以这个有相当大的这个意味在这个地方 好 那事实上 这整个这个练秋湖里面来说 最受瞩目的是什么 他里面有一个叫做 2012的实验室 也会搬到这个地方来 那这2012实验室是什么东西呢 这2012实验室呢 主要就是做华为未来最重要的 晶片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来说 由谁领军呢 由何廷波领军 那何廷波是谁呢 何廷波他过去一段时间 就是海思的这个总领总指挥啊 我们海思就是 我们要这一次设计出 升腾910B 那个被让台积电差点被制裁 还包括麒麟晶片等等 那都是由海思所设计出来 所以等于是说 华为最重要的这个心脏 跟那个大脑的控制就是海思 那海思现在他也把总 这个2012实验室 也搬到这个练球虎里面 那由这个何廷波领军 你不论是川普上台 或是贺锦丽上台 川普上台或许这个棒 所以打得更加这个凶猛 但是贺锦丽也不会放过华为啊 所以眼前在华为来说 我觉得任正非也看得非常清楚 我只有一条路继续的往前走 才能不会被你打败 那这个还是一条漫长的路 但是他们已经获得了还不错 目前看起来是还不错的成绩单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了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重点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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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点赞 订阅